尿毒症不是基幹病,勿单纯药物排毒或透析治疗。 肾病患者病情发展到肾功能不全尿毒症阶段时,不仅伴有血基幹升高,还有恶心、呕吐等并发症,应及时寻找专业医院,进行紧急救治。 然而,对于治疗,人们大多只考虑如何去降基幹,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。 我们应知道,尿毒症不是一种基幹病,不能单纯应用排毒药物或血液透析降低基幹。 为什么?又该怎么治呢? 1. 基幹身高源于肾脏功能受损 基幹是肌肉在人体内代谢的产物。 正常情况下,应该通过尿液排泄出去。 但为什么在尿毒症阶段,患者的毒素在体内蓄积无法排出呢? 这是因为,肾脏滤过功能下降,排出毒素的肾小其欧受损,即肾脏的滤过功能被破坏而导致的。 由此告诉我们,患者的病不是基幹病,基幹膏只是外在表现。 一个肾脏是由100到200多万个肾单位组成的。 肾单位又包括肾小体和肾小管。 其中,肾小球和肾小囊组成了肾小体。 其中每个肾小球都由无数个肾脏固有细胞组成。 这些肾脏固有细胞有排水、排毒的功能。 如果肾脏结构功能完好无损,肾脏基幹不会高于正常值。 而当患者肾脏固有细胞受损后,如初期的肾炎阶段,就有肾小球的受损。 开始只有很少部分的肾小球坏死。 伴随病变的继续,肾小球坏死的数量逐渐增多,成倍的坏死。 坏死到一定数量,就造成大量毒素在体内的堆积。 导致肌肝升高,即进入到现在的尿毒症阶段。 继续。